我愛吃豬肉 豬肉 我愛吃豬肉 失智長者貼心的提醒同學夥伴 可以自備環保筷子用餐吃飯 更衛生安全 盡量避免使用免洗筷 讓大家感到相當窩心 這是基隆市衛生局保健科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輔導 由基隆市樂城社會福利協會經營管理的 暖暖區失智據點暖暖小站 為了給失智長者們更好的照顧環境 最近也搬到了新家 特地舉辦喬遷餐會 吃飯時失智長者互動的溫馨情況 這個是那個 那裡是不在啊 更有失智長輩家屬特地製贈 感謝狀給暖暖小站負責人梁洪彥老師 感謝失智據點對他媽媽的照顧 讓本身也在大學教書上班的他可以喘息 更對基隆市衛生局在失智據點政策執行和服務上 相較於其他縣市給予高度肯定 在照顧陪伴老人的過程當中 得到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喘息機會 平常講因為媽媽已經第二級的失智 會只會越來越嚴重 那那個過程當中其實你如果沒有喘息的話 所以我都認為哇這個衛護部啊做了非常非常棒的這個舉動 因為讓家屬能夠喘息 也剛好衛生局我也從他接上來的時候 也了解一下台南 我發現基隆衛生局啊真的給他按個讚好不好 沒有預期收到家屬感謝狀的暖暖小站梁洪彥老師也是既感動又感觸 更感謝家屬們的互相配合 大家像家人一樣才能照顧好失智長輩 很感謝有你們這些家人的陪伴 尤其是我們參加過好多的活動 那些活動都是我們彼此最深刻的回憶 那我覺得這個你們就像我們的據點的名稱一樣 軟軟小站 我們彼此在一起才有這個溫暖 如果沒有你們我覺得只有老師 我們也無法成就現在的這個樣子 所以感謝大家 機動室衛生局長張顯正眼親自出席 帶著水果恭喜軟軟小站搬新家 有更優質的環境照顧失智長輩們 我們之前古屋那個地方 他活動、他課程 我們梁老師就已經辦得很清楚 有做運動的、有上課的、要圍杜的、 吹頭底的 每個人都有加到這樣就對了 所以來這裡上課我們有運動到、還有訓練到 頭部就不會退化這樣 原本就很好啊 現在在這裡可能會更好 對 本來就 本來就越來越上課越少年 很健康 吃飽了 軟軟小站失智據點 大約照顧15位左右的失智長輩 基隆市議員聯恩典秘書 黃伯源也到場參加這場喬籤喜事 一起陪同失智長輩們同樂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